8名民主派人士因去年七一游行被捕 被控善或他人明知而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等三项罪名 2月8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聆讯 案件转介区域法院押后至2月25日审理 除了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要还押外 其他7名被告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 胡志伟早前因为未交出BNO护照被还押 他在庭上看起来精神上好 向法庭旁听席的人士频频挥手又举手敬礼 东区区议员曾建成批评港府政治检控 打压市民的表达自由 这两年香港对我来说很陌生 法律冤为政府的监控工具 去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实施异日 虽然当局以防疫为借口禁止七一游行 但仍然有数万香港市民去铜锣湾 湾仔等一带游行抗议港版国安法 交房报警察以水炮车等须离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导 共和家 以上 然后 alls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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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